好,那上面呢,我们给大家讲的是Cookie它基本的一个设置啊,还有它的一个读取,那么下面呢,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例子呢,就是使用Cookie啊,记住用户名,就是在我们这个登录的页面上呢,就是我们刚刚做的这个登录页面啊,这个登录页面啊,我们要给它加一个记住用户名的复选框,那么当它如果勾选了记住用户名的话,下一次它再来这个页面的时候,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用户名呢,给它, 填过来啊,就给它显示过来,不让它再输了,哎,这就我们要完成的例子啊,那么这一块呢,就是首先我们在这边,我们需要呢,在这里面呢,给它加一个 checkbox啊,我们就写上一个input,哎,这个type呢,等于这个checkbox啊,然后我起起一个name对吧,name比较叫remember啊,然后后面呢,我给大家来一个记住用户,用户名,哎,对吧,用户名啊,OK, 那么,然后呢,我们换一下这个行,好,换一下这个行之后呢,我们在这里面,首先刷新一下这个页面,OK啊,这个就显示出来了,你点击这里勾选的时候,我点击登录,对吧,它呢,哎,我们就需要在后台呢,把这个用户名呢,给它 记住啊,那你看一下,我们这个,判断,哎,用户呢,它有没有勾选这个,记住用户名,我是不是要获取这个值,对吧,哎,所以这一部分呢,还是要找到我们之前写的这个, login check对应的试图里面,除了获取用户名和密码之外呢,我们还要获取 这个值啊,那么这一块呢,我们就是在这边找到我们的这个 上面呢,哎,login check啊,login check,然后在这里啊,好,在这里面呢,获取用户名和密码呢,哎,之后呢,我要获取呢,是否需要记住用户名,对吧,哎,是否啊, 我们还要呢,获取这个,remember啊,然后就request.post.get啊,然后再写上一个,remember,那么这个值呢,我们看一下它到底什么值啊,print,写上一个,remember啊,我们打印一下,看一下这个值是什么啊,你比如我在这里面,我现在呢,点击这里面刷新,对吧,刷新完之后呢,哎,我输这个用户名,我们就随便输一个啊,然后呢,输这个,啊,输一个错的吧,点击这里面,比如说我先不勾选,不勾选, 我点击登录,哎,我们看一下这个后台,哎,打出来什么,no,哎,对吧,那么然后呢,我们就看一下我们输入一个啊,输一个smart,然后呢,输一个,哎,再点击勾选,然后呢,再看一下这个后台,点击登录,哎,他呢,输入的是什么,啊,哎,对吧,那你知道了,他之后呢,我们就可以判断了,是不是这个值,他等按的时候,我就需要记住用户名,对吧,哎,说明用户勾选了啊,那么这一块的话,哎,记住用户名的话,用户名密码如果错误的话,你需不需要记住,不需要,不需要,不需要, 啊,哎,所以在这边,只有在用户名和密码正确的时候,对吧,我就在这里面呢,我们要判断啊,判断,哎,是否需要,哎,记住用户名,那么记住用户名的话,我们就判断这个值啊,如果这个remember, 他等一等于这个,按的话,你注意,你获取的值都是字符串啊,如果他等于按的话,我需要呢,记住用户名,记住用户名的话,我就可以呢,设置一个, sension,对吧,设置一个cookie啊,设置一个cookie,那么这一块的话,我们说,我们刚刚说设置一个cookie的话,哎,你是不是要需要一个, itpresponse类的对象,或者它子类的对象,对吧,那么你注意啊,这个redirect,它的一个返回值,它的返回值,就是一个httpresponse, redirect的类的对象,类的对象啊,它就itpresponse的子类,所以在这边呢,我们在设置之前,哎,我就可以呢,先不返回,对吧, 我先接一下这个值,我就叫response,哎,等于它,然后我们就把它放上面去啊,我们先不返回,然后我先,先拿到它,对吧, 然后呢,在下面,我是不是要设置用户名,记住用户名,我就可以呢,response,哎,直接啊,response点, set, cookie, 然后,哎,在这边,比如,记住用户名,这个名字呢,我就叫到user name,好,名字呢,就是我们用户输入的这个用户名,对吧,user name啊, 然后呢,我还可以给它设置一下它的过期时间,哎,比如我们还是这个两周,哎,或者一周,哎,比如一周吧,哎,七,哎,乘以这个二十四,对吧,哎,乘以这个三千六,啊,这就是,哎,这里面啊,哎,设置,啊,设置,哎,cookie啊,user name啊,那么,哎,过期时间为两周,啊,过期, 过期啊,哎,时间,哎,一周啊,啊,OK,那么,哎,这样的话,我们呢,最后,哎,设置完之后呢,我再去return这个response,啊,return我们的response,OK,哎,这样呢,再返回这么一个,哎,应答,对吧,好像这一名应答,啊, 哎,这个好像有点,好,那么,我会看一下这个,哦,这个,缩紧有点问题,啊,好了,啊,那么,这里面呢,就是我们记住用户名,如果需要记住的话,我就设置一个cookie,让它记住,对吧, 那么,这个呢,的话,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,啊,你比如我在这里面,写完之后呢,哎,我们可以在这里面,先刷新一下这个页面,那么,右键,点击检查,啊,点击检查,找到network, 然后,我在这里面呢,我输这个,smart,然后呢,输这个123,对吧,然后呢,我们在这里面,记住用户名,点击这里面的,登录,哎,这跳软的首页,对吧,那你看一下,我们访问logincheck的时候,它的这个硬打,它硬打,找到它的cookie这边, 看到回过来的,是不是要你保存在一个优的内幕,嗯,对吧,那么,哎,是不是ttn,对吧,那我下一次再去访问这个login页面的时候,哎,你是不是应该,如果有的话,直接应该给我填过来,对吧,那我怎么让它填过来,哎,你想想啊,哎,我们浏览器既然已经保存在这个cookie,那你在访问这个网站的地址的时候,哎,它是不是把这个已经发过去了,我是不是就可以拿到它,对吧,那么,在这边呢,哎,你看到啊, 是我们应该是在我们访问这个登录的时候,你去看一下有没有这个东西,对吧,哎,所以在这边啊,在这个登录的时候,哎,显示登录页面的时候,这个时候呢,你要在这边呢,你要获取啊,哎,哎,哎,cookie, your name,哎,它的用户名,那么,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注意有一点区别啊,假如说,你还没有记住的时候,你第一次访问的时候,它有没有,没有,对吧,哎,所以你要在这边, 哎,你首先你需要判断这个user name呢,它有没有啊,那么这个呢,其实就是判断我们这个request.cookies里面有没有这个键的名字啊,就是if you的name啊,这个东西呢,它在我们的这个cookies里面,哎,我就获取记住的用户名啊,获取记住的啊,用户名,那么这个呢,我们就可以获取了啊,直接呢,就是我们的user name, user name啊,等于我们的request点,cookies,哎,这个字典里面,获取这个user name,哎,这样的话,我判断,我已经判断过了,我在取的时候,是不是一定有,它就不会出错啊,哎,然后else,哎,它没有,对吧,没有的话,我们就来一个user name呢,等一个,空,啊,等一个空啊,那么,当我们下面呢,在使用这个模板文件的时候,我就可以把这个user name呢,给它,传过去啊,我们就直接传上一个,直接写上一个user, name,等于我们的这个user name,对吧,然后我们在这个显示登录页面的时候呢,login这边,哎,这个它的value值呢,我就让它等于我们的user name,哎,它是不是就可以显示了,对吧,那么现在我们就再看一下啊,我在这边,我直接,发现,哎,是不是填过来了,哎,对吧,它就填过来了啊,那么这个呢,你可以在,你可以呢,虽然它现在浏览器的这个, 我们让它保存这个cook呢,是两周,你注意啊,你可以把它清掉啊,怎么清,右键,设置,设置这边呢,有一个啊,高级设置,高级设置这里面呢,有一个叫做,啊,我看一下这边,清除浏览数据啊,清除浏览数据,然后你在这边,你注意啊,它这边就有清除,可以呢,清除这个cook的吧,我把它清掉啊,那它就没了,哎,下面呢,我们就再访问一下这个登录页面啊, 这比如说我在访问登录页面,哎,看一下还有没有,对吧,哎,它就没有了啊,是因为它保存在浏览器,我们可以在浏览器这边呢,把它清掉啊,哎,你清掉之后,我比如说smart,哎,输入这个,123,哎,点击记住,好,一记住的话,它访问这个地址,那我一点开,点开,哎,是不是设置了一个,对吧,我下一次呢,再去访问这个login的时候,哎,它就能进行一个,显示啊,哎,这里面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cook的一种应用场景,就是用它呢,去 记住这个登录的用户名,哎,只不过你在显示登录页面的时候,你首先要判断这个cooks里面呢,有没有这个,优待内蒙啊,如果有的话,我们把它获取出来的吧,没有的话,它就是一个空,哎,它就一个空啊,那么这样的话,我们在显示这个登录页面的时候,把这个模板变样呢,传递给模板文件,哎,模板文件里面呢,你设置这个优待内蒙,它的一个value呢,就等于这个优待内蒙,哎,有的话,它就会把这个值显示出来,没有的话,它就会把这个值显示出来, 就是一个空的自幅串啊,OK,那么,哎,这一块呢,就是我们啊,cook的一个案例,哎,记住这个用户名,